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不知不觉又到了年尾年头交接的时候了 这个时候不仅是各大车主买车的高峰期 也是车辆年减年省的高峰期 可是好多车主朋友却不注意一些年减事项 导致年减办理不顺利 不知道车友朋友们有没有遇到过 这些繁琐的问题呢 最近有一位车主老王 办理六年免检业务就被拒绝了 原来老王2015年买的七座汉兰达 虽然据建议只有两年 但是却不符合六年免检要求的 交通法规定七座以上九座以下非营运车 微型货车都没有资格享受六年免检业务 只有五座以下的才可以办理这个免检业务 所以这辆七座汉兰达只能两年免检 而且必须上线检测后才能够享受这个政策 那么到底什么情况适用于六年免检呢 免检是指车辆必须的检测 可分为外观检测 上线检测 总监审核参部 满足六年免检的情况必须达到以下条件 车子必须是2010年9月1月后登记的车 车辆非运营 和载6人以下 以及行驶证著名九种车型 微型轿车 小型轿车 中型轿车 大型轿车 小型普通客车 小型越野客车 微型普通客车 微型越野客车 办理年检需要提前三个月办理 车主务必记得带上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行驶证原件和复印件 交抢险原件 车子纳税证明 至于这个七座汉兰达车 则按照过去的每两年参加上线检测年审 当然免检车型是前六年免检 第七年开始每年检测一次 15年以上的车型需要每年检测两次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免检并不等于年审 免检只是免去了上线检测的步骤 车主还是得每两年到车管所领取合格标志 如果忘记领取 则会被扣三分 罚款200元 车主朋友们年关到了 大家年检年审 请仔细核对 可别弄错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